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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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南京1927至1949 是一个著名的文史工作者秦峰先生编著的 他讲了南京从1927年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开始到1949年 蒋家汪朝覆灭 有近300幅非常珍奇的历史照片 涵盖了南京的政治 经济 文化 外交 战争 体育 以及城市风貌的各个方面 记得前两星期我们在上海采访铁皮股的导演施隆多夫 施隆多夫明年就会在南京拍一部著名的名著改编的电影 叫做拉背日记 他就一路上就问我 因为我是在南京上大学的 他就问我说南京的这个世荣怎么样 民情怎么样 有了这本书 把这本书寄给施隆多夫施大爷 他就全明白了 不用再盯着我问了 马上进入下一环节 好 欢迎进入我们的访谈环节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是 盖洛普中国公司的副董事长方小光先生 我们要聊到的新书是盖洛普公司前董事长 唐纳德克利夫顿博士的生命之书 也就是说在他生命迷流之际的最后几个月 和他的外孙汤姆纳斯合作的一本书 叫做《你的水桶有多满》 这本书来说 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水桶这个概念 用水桶包括加水的勺子 它主要是阐述了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给我们的观众解释一下 所谓水桶和勺子 它实际上是把成功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应用到 怎么处理人际关系上的来 所以于是就这样的一个比喻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水桶 然后你有你的水桶 我有我的水桶 然后我和你各有一把看不见的勺子 咱俩在生活当中功德当中 相互处理互相的关系的时候 比如互动的时候 咱们就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咱们积极的互动 咱们认识了以后感觉很好 然后互相鼓励互相支持 最后实现双赢 就是互相加水 于是他用它的话 您说的非常对 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勺子 看不见的勺子给你各自看不见的水桶加水 就是加水 还有一个它还特别强的地方 说我给你加水 不等于说我这少一勺水 其实我给你加水的同时 我也给我自己加水 这叫积极的互动 那么反过来还有一种消极的互动 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两人在一起 不认识不要紧 不共事不要紧 一认识一共事 互相拆台 于是他讲的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用各自看不见的那把勺子 从对方咬水 但是咬水的人往往有这个感觉 就是我赢了你输了 这叫零和吗 其实克里夫顿博士告诉你 你可千万被假象模糊 迷宫住了 你咬别人的水 实际上也给你自己的水桶放水 最后的结果不是单赢 是双输 两败俱伤 对 这就是他把心理学的东西给傻瓜化了 所以说水桶是一个非常傻瓜化的比喻 对 所以理解不了水桶 那等于是一个饭桶 更加傻瓜了 怎么说都可以 在目前中国 很多成功学的心理的书籍在行销 是吧 然后我看你书中也提到 诺贝尔经济学长的得主卡内曼 他创立了一个叫幸福指数 他认为现在就是说 我们老是强调GDP是多少 或者人均GDP是多少 或者GMP是多少 但是就忽略了人内心的一个幸福的感觉 而且现在有很多人也会讲到一个什么快乐的生活 你知道这本书出版对于目前的这个中国当下的情况有什么样的价值 首先我想讲一些先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从94 97 99到2004年 也基本上是就是94到04年的10年 咱们都有目共睹 中国发展是最快变化是最大 天翻地覆对吧 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出现 这段时间我们分四次全国的抽样调查 我们问了一系列的问题 从收入到消费到预期到满意度等等 就想勾画一个数字化的一个中国老百姓的一个变迁的情况 和社会变迁情况 我们就发现一个 首先一条中国人还是比较乐观 中国人还是比较满意 整体上讲 甭管94年还是04年 我们问到大家 你对生活基本满意吗 还是相当大的多数说我是满意的 然后就问你对你生活各个方面满意吧 还是相当大的多数从家庭关系到个人的收入到各个方面 不是个人收入到整个的生活 其他方面都是满意 有三条不太满意的地方 一两条跟钱有关系 一条跟教育有关系 一个嫌钱挣的少 一个嫌钱存的少 一个嫌自己教育水平太低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说我们描述的一个情况 中国还算是一个比较 英文叫upbeat 就是比较有人气的一个社会 但是相比94年而言 04年整体满意度是下降的 虽然还是多数 但是是下降 这一点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种社会断层和心理失衡的问题 我们条件好了 不如原来满意 这是为什么 这可能也是观众朋友看了这个书以后 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知道唐克里夫顿博士 当时他本来也是向着传统心理学的方向去发展 学的也是传统心理学 他之所以转到优势心理学 或者说成功心理学的研究上来说 是有一个案例特别的触动了他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书中就写到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心理学学界 在美国很多部门都有心理学专家 然后他碰巧看到了一个 也就是二战前后这么一个报告 是一个美国陆军的首席心理医生写的一个报告 就关于一个美国在某一次战争当中战俘营的这么一个报告 他就发觉这个战俘营战俘的死亡率大大的超过了平均值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调查 这个军医官 就发现一个问题 说这个战俘其实并不是从外在角度来讲 就对战俘的迫害 拷打或者是其他 并不是格外残酷 对好像生存环境还不错 相当于其他 对 也没有太多人看着 也没有什么 就是那种 反正就是吃糠咽菜那样的 根本没有严心拷打那样 但是他发觉战俘营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就是说什么 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来摧残 或者摧毁战俘的这种积极的情感 换句话说 就是有一个巨大无比的看不见的勺子 天天地把战俘的水桶给咬干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 这些战俘最严重的时候丧失了求生的欲望 他不要说爱 他连恨的劲都没有 最后这就导致了大批的战俘死亡 不是生理的原因 是心理的原因 第四条叫做剥夺一切积极的情感支持 比如说你老婆给你来信了 但是我的信扣着不发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家里如果死人了 或者说你家里如果欠了什么大账单 立马就发给你 我这里还特别抄录下来当时他们对美军战俘采用的各种手段 比如第一条叫做相互告发 就是说你对俘虏 然后你说他坏话 他说他坏话一起 就是互相摇水 对对 互相往自己的 往别人的水桶里头摇水 把水减掉 然后一条叫自我批评 就是说你整天说一些你曾经应该做什么好事 但你没有做 你曾经做过什么坏事 换句话说 就是逼着你把你的注意点 从你的阳光的光明的一面 关注到你自己的那种遗憾缺失 阴暗的一面 第三条叫做瓦解对上级和祖国的忠诚 就是说你对上级也不用尊敬了 因为大家都是俘虏了 因为信仰 对 实际上就是瓦解你的信仰体系 第四条叫做剥夺一切积极的情感支持 比如说你老婆给你来信了 但是我的信扣着不发 对对对对 但是你家里如果死人了 或者说你家里如果欠了什么大账单 立马就发给你 或者老婆等不及改嫁了 对对对 都是巨大的大 对对对对 这实际上是一个巧妙的使用的一种心理战斗武器 但这里也说明了一个东西 就像人的身体要生存 需要健康的营养一样 人的心理要生存也是需要营养的 那么这里头就等于说互相摇水 自己放水 然后这还不过瘾 还让周围的家里的人 或者什么凡是注水的地方 人家给你加水的地方统统给掐断 对吧 然后来放水就打开笼头 所以这对克利夫顿博士刺激非常大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他就换了一个路子 他就把原来他也是多少年是研究传统心理学的 研究人的负面行为 研究什么叫偏执 研究什么叫负面 研究什么叫做分裂 对吧 是有病治病的 然后研究很多人 然后他就开始改过来 他就开始研究正常的东西 然后从正常的东西去看不正常的东西 除了成功心理学对个人对组织 其实他对人际关系也非常有用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书里头也会提到 说每人每天会经历两万次个人瞬间 这个个人瞬间就是我们俩发生交流的一些瞬间 可能每次只有一秒钟几秒钟 但是如果你的个人瞬间当中消极的和积极的因素达到一定比例的话 你的人生就会变得非常的美满 比如说他说如果你积极的成分有五份 然后消极的成分有一份 这样的比例是五比一的话 你的人生就是很舒服 对 这是一个黄金比例 这书里头有一个关于夫妻两个事 不知道您看没看 对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测试 是不是 就是有一些人员就开始 就是说就关于夫妻之间 两个人已经定了终身了 对吧 要踏入殿堂了 是吧 但是之前 或者说踏完殿堂之后 有一些好事者 有些研究人员说 新婚的 700对新婚 对 没错 说是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下 我们对他进行一次研究 对 然后请他们在一个观察室里头 互相说一些话 聊天 谈15分钟 每一对夫妇谈15分钟 对 谈15分钟 我这书都没写清楚 我估计大概就是 你基本谈一些 你们觉得有意思的事 然后研究人员就开始记录 他们俩谈得当用词的情况 消极和积极的比例 然后就发现了 就是说有的人 这个有 用词就是互相之间是 比如说爱慕 欣赏 赞美 这些正面 没错 肯定 还有一些人就开始 你说什么 埋怨 埋怨 指责 然后他们再过了多少年以后 再回顾他做了一个预测 处理是10年以后 做了一个预测 说10年以后 这一对新人将来是不是到10年以后 还是那种和睦相产 还是他们俩 还是他们俩 然后就发觉 这个5比1的东西 对于预测他们俩 是依然快乐的生活伴侣 还是早已分岛扬 龚飞 老眼龚飞 有极准的预测 这个书上的数字是94% 对700对的抽样比例 就94% 这是极高 在调查上 一般来说 你像700个样本的话 一般是正负3% 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了 而且这种预测就是太 这是很难的 你说清关难断 就算是有点耸人听闻 这白者黑子 而且他们是技术上的论文 发表在权威杂志上 这不是闹着玩 不是说瞎砍一通就完了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了 就说明这个瞬间 尤其是跟你的那一半 那瞬间 那就太重了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不是这个 朝夕相处 什么叫终生伴侣 你绕不开 所以说镜头前需要 把腹肌关系调理好的观众 一定要注意到 5比1的神奇的比例 消极 而不是积极的要占5份 消极的顶多占1份 但是我看到这个书上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例 说积极和消极的比例 也不能太高 如果你积极的比例达到了13 而消极的比例是1份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傻乐了 那就不对了 也有一些人就是那种 人家说是没心没肺 就是那种 马木了 那不可能 因为这个东西 生活当中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觉得有一点 就是这个 生活当中的事情 它明明不是个好事情 你说你 那就是你成RQ了 不能这样 但是也的确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不同的人看相同的现象 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 说悲观主义 其实也不是我举的例子 西方就这么说的 说是有半杯水 你说这半杯是满的 还是半杯是空的 负面思维的人说 半杯是空的 正面思维的人说 嘿 半杯是满的 那说到这一点 我想这个书的合作者就是 克里夫顿博士的外孙 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叫汤姆拉斯 他在16岁的时候 开始发现 从眼睛开始 然后全身 什么肾脏 都有了一种怪病 全身都长肿瘤 对 然后他就是靠这个 一家人对他的这个 加水的理论 度过了他 到目前为止的岁月 对 我跟瑞翔我是很熟 这个 我原来真的在翻这本书之前 我都不知道 他是一个病人 而且是病得这么重 隐藏的这么好 我只是觉得 他有点苍白 但他给我的整个的感觉 是一个很阳光的小伙子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要写这本书 然后我跟他很熟了 因为我给他做翻译 然后我都不知道 他有一个眼睛是失明的 对 他说他的左眼失明了 但是人家问他的时候 他说我的右眼视力是2.0 他就用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理论 对 然后他就是那种 于是我看这本书以后 我很诧异 我都不知道他是癌症病人 而且他是一个特别少见的 而且毒性很强的癌 隔半年要检查一次 但是他能够这么平常心的生活 他只是到了检查之前 他稍微的紧张一些 等候判决 完了以后该干什么干 是吧 有挫折感 但不悲观不觉悟 于是你就会说 这个人是超人 我说要是一般碰到我头上 我跟你说实在话 五雷哄你 而且他说五雷哄你 还不是哄一次 他不断的哄你 你知道吧 但是接着 于是看这本书 我就想到 因为从小加水加得满 所以他就等于说有巨大的能量储备 像我在公司里头招人的时候 我常常最后问一句话 问一句什么话 其实跟他有点不谋而合 就是问 请问阁下 你有金色童年吗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什么叫金色童年 他不是说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这不叫金人 含着金汤词出生 没有 就讲了精神上的金色童年 你换句话说 你当孩子说你快乐吗 你自信吗 你受夸奖吗 你受呵护吗 你觉得别人对你好吗 你觉得这个社会美好吗 你觉得阳光吗 咱们换句话说你是个阳光少年吗 这孩子是一个阳光少年 他的命很很苦 他真是一个很不幸的人 他又是一个特别有幸的人 因为他进入了一个阳光的家庭 他度过了一个阳光时期 用我们话来讲 他三到十五岁大脑布线的时候 是一个电源特别充沛的一个充电机 使得他充满了能量 而且他学会了自我充电 这一点我们现在有多少家长 带着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的时候 我明明想过 如果我们带着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 我们剥夺了孩子的金色童年 同时给他断了电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给他充电 实际上我们在给他要学 切断了他非常有意思 听了房先生的这番分享 以及看了这本书 你的水桶有多满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说以后我们鼓励别人的时候 不光说加油 还可以说加水 如果大家对这个书 书看完了以后 意犹未尽的话 还可以上一个网站 叫做统158.com 继续到网上去加水 不是灌水 感谢发言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做如此精彩的分享 谢谢 谢谢